搬砖 拉货 当袜匠 七寻老人不辞辛劳 四处打工 一家六口 三位残疾人 艰难度日 勉强糊口 凭空而来的十八万元债务 是否会压垮这个家庭 他们凭借着什么信念苦苦支撑 敬请收看道德观察 替人还债 正在石荒的老人名叫戴传华 今年已经七十岁了 他经常起早贪黑 沿着路边河岸捡食垃圾 这八年多来 他一直在附近的小工厂干体力活 随着年龄的增长 已经没有人敢雇佣他了 带传华家最值钱的电器 是一个画质并不清晰的电视机 这是以前花一百元钱 在废品收购站买的 家具 被褥 日常用品 都是旧的不能再旧的老物件 人生七十古来稀 戴传华都七十岁了 还在工作 他辛辛苦苦挣来的每一分钱 都得掰成两半花 因为他不仅要维持生活 还得还债 这笔债有多少呢 十几万 这十几万对他这样的家庭 那是一笔巨款 说起这笔债的来历 还真是太冤了 戴传华一家是从外地 搬到五日汤沟镇三叉河社区的 一直非常贫困 2005年 他和妻子借了五千块钱 在自家门口开了一个小店 做些粮油生意来贴补家用 渐渐的小店的生意变得越来越好 还成为了一家油厂的粮油兑换点 附近的村民到这里浇菜籽 称粮登记后 兑换成粮油 可以随时取用 戴传华记账记得清楚 也从不缺金短两 大家都知道他是个厚道人 来兑换粮油的也越来越多 哪知2009年的一天 油厂的老板突然不见踪影 那他老婆孩子呢 老婆孩子去哪了 老婆孩子去哪了 去哪儿去这儿 也去帮他 事后戴传华才知道 因为经营不善 油厂老板早已负债数百万 为了躲避债务 老板悄无声息地卷走货款 远走他乡 这种不负责任的举动 让戴传华经历了一场巨大的危机 好不容易开起来的小店倒闭了 还被乡亲们当成骗子 一共有413家农户 到这个站点兑换过粮油 几乎在一夜之间 戴传华和妻子 一下子成为这400多家农户的仇人 戴传华的妻子一直很要强 因为这件事 他被人当面咒骂 备受打击 激进崩溃 老板逃跑是为了逃债啊 戴传华经手的六万多斤菜籽 已经全都交到油厂了 可乡亲们还是把这笔账都记在戴传华他们家的头上 戴传华明白 乡亲们肯把菜籽交给自己 肯让油厂赦账 那是因为信任他 要是不还 就辜负了这种信任 问题是他的家庭负担实在是太重了 想还钱 太难了 戴传华有三个儿子 是否能帮助父亲一起还钱呢 大儿子戴自中今年四十九岁 有治理残疾 小儿子四十五岁 有精神残疾 而且腿部畸形 行动不便 两人都需要戴传华和妻子的照顾 根本没有劳动能力 三个儿子中 只有二儿子戴自国还能工作 但他体质不好 只能从事轻体力劳动 如若这个 他一直不能直接这个 家里的单单子 也不能太如若 所以他就在干部 大一口 就过不到这个期 现在一个月三十七天 加不到三十天 他这个亲刚是一个月 连一个月一心八举 可受 跟随他们一起生活的 还有21岁的孙女戴慧慧 她是戴传华大儿子戴自中的女儿 有致力残疾 她的玩伴就是村子里的几条狗 一家六口三个残疾人 竟维持生活已是很艰难 何谈还债 戴传华的妻子已经辛苦了这么多年 她对这笔飞来的债务怎么看 其实如果决定要还债的话 受影响最大的还是戴传华的二儿子戴自国 以前戴自国曾通过熟人介绍 认识了几位女孩 可一到谈婚论嫁的地步 女孩们都不同意了 家徒四壁不说 还有这么多残疾人要照顾 这次又无端欠下十八万元债务 她的婚姻大事 岂不是更没希望了 小爷是警觉要还 我还过去不差人家 这个在家不还的 那这个人都不得十块 那你别出门 戴自国的态度和父母一样坚决 戴家提出 按三块钱一斤对菜籽进行折算 这个价格和大规模收购的价格基本相当 老外奴隐 人家三块还 就赔了十八万 才到的时候门口嘛 人就不得了 这一时完门口等到晚 人才走的 我们最后搞这个 最后给人家回发 你们放心 我们想你都搞 慢慢还 翻砖 拉货 当袜匠 七寻老人不辞辛劳 四处打工 一家六口 三位残疾人 艰难度日 勉强糊口 凭空而来的十八万元债务 是否会压垮这个家庭 他们凭借着什么信念苦苦支撑 敬请收看道德观察 替人还债 不是一家人 不进一家门 这一家人 不用统一思想 思想就很统一 天时地利都没站上 就站上了一条 人和 你说这么一个家庭 要还十八万 那堪比是 于公移山 精卫填海呀 当时是2009年 戴传华62岁 所以有很多村民 那会儿还猜呢 说戴传华和他老婆 这岁数可都不小了 就是赖到人死债消 那我们也没办法呀 现在 这二儿子跟父母 站在同一战线 乡亲们 放心了不少了 代价要还债 办法很简单 老老实实干活 慢慢还 滴水穿石 他们的目标 能实现吗 2009年 年过六旬的戴传华 曾经在窑厂 做装卸工 在工地上搬砖 比二儿子戴自国的 劳动强度还要大 父子两人的工资 常常是还没到手 就被债主预定了 全家就这两个劳动力 基本上是一个人的工资 工全家开销 另一个人的工资 全部被用来还债 这一家人省吃 简用到了什么地步呢 2017年2月23号 记者进行采访时 记录下了他们的午饭 一大锅米饭 一碗腌萝卜干 炒青菜 炒豆芽 没有一点荤腥 过去连着豆芽 是人家堕留的 不要的 他也是把他寄进 哦 那豆芽都是他们扔了的 哎哎哎 扔的 不要的 人家那个卖菜的 你趁着人家就不美 他就把人家的 他就把你给他 家里生活就要吃了 就过去吃了 自从还债以来 代价一直是吃这样的饭 消耗量最大的就是大米 50斤一袋的大米 6口人一个月要吃6袋 买不起毫米 他们只能买80块钱 一袋的杂米 这些米有黄有白 有大有小 蒸煮出的味道 肯定也不会太好 有点人都 有80 那每天都是谁去弄这个菜啊 谁去买菜啊 我去买的菜 我爸没摸 我爸去买 你每天都去买 他们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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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说的人 每次会给你买 这都不能够两个几个人 要不就能买菜 再两个 这都三个 就是多了吗 自从还债以来 全家人没有买过一套新衣服 托子不对吧 那鞋子也是安排 那你想过吗 就说要么就别还了 不还再多你 不还你 你别人 人不去把当你 每当有拿着书面凭证的人上门 他们都会以礼相待 能还多少钱就还多少钱 同时做好记录 还了多少还差多少 当初的凭证是戴传华手里一份 交菜子的农户手里一份 如果两份对不上 戴传华就以对方手中的凭证为准 我们经常说信义值千金 那怎么还有那么多人不讲信义呢 怎么还会有那么多老赖呢 因为有时候啊 讲信义需要很高的成本 甚至是太高的成本 比如说2009年 那个油厂的老板跑了 但2010年他就被找到了 可是他表示没有钱 没法还 2011年油厂老板因为一场官司 被判入狱 到现在都没有恢复自由 也没有拿出过一份钱 补偿这些村民 依照法理 那戴传华也是受害者呀 他也应该向那个油厂老板 提起诉讼索赔呀 可戴传华一家 认下了这笔债 然后一直默默的 一点一点的还债 2016年下 安徽省五湖市遭遇 50年一遇的特大洪水的袭击 大雨从6月28号下到7月4号 戴传华一家的房子紧挨着以前的船只入口 是堤坝最为脆弱的一部分 随时可能出现险情 现在我们一旦发现到这个时候 必须他这个房子要撤 防止他一旦崩溃的 打自己针崩的之后 他就要把它撑到他 出于防汛的安全考虑 必须将戴传华一家和旁边一家的房屋 进行拆除 再加固堤坝 此时戴传华根本没有讲什么条件 唯一的要求就是有个住的地方 是学家保打架 二话都没说 他要为这打架 我肯定要办 戴传华一家搬进了一个废弃多年的电影院 这里四处漏风尘土飞扬 正对门的地方被当作客厅 戴传华行动不便的小儿子 住在一楼的阴暗小房间里 其余人都住在二楼 最终汛妻有惊无险 韩宗国和同事多次来到戴传华家探视 看他们是否有什么生活困难 村里为他们提供了一块宅基地 但由于没钱 戴传华一家迟迟盖不起房子 只能继续生活在电影院里 值得高兴的是 八年多来省吃俭用 终于快把外债还清了 差五千块钱左右 现在给就是没问题的 十七万都差的是 都还得了给五千块钱 我现在就不怕的 我小七万也把它够得了 那等于是 今年春节您是最轻松的 对对 那你把这个债还在那里 就是那你感觉都没有好舒服呢 我都没人介绍你 为了庆祝 2017年春节 戴传华让家人也高兴一下 今年过年 戴传华一家六个人五斤肉 这折合下来 一个人不到一斤肉 但这就是八年多来 他们最奢侈的一个春节 我还真不想鼓励戴传华 这种还债行为 因为这家人太苦了 最重要的是 他们没做错什么 可是要承担这么多的后果 可是 情不自禁的 我又想为他们全家人喝彩 就因为他们很轴 很想不开 很执着的要把债给还清 才让我们感觉到 信任 承诺 尊严 这些词 蕴含的是 人的价值 和人生的意义 我是罗一鸣 明天见 一名普通的医院护工 面对被遗弃的职务人 他将作何选择 一生妈妈 是他用怎样的艰难 撑住的生命奇迹 敬请收看道德观察 植物人的亲妈